明星日在2009年莫拉克台風來的時候 政府派了直升機大門中文水庫這邊來看災 但是卻找不到我們中文水庫在哪裡 只有看到咖啡色的一片 原來我們水面上漂浮了後灰塵的漂亮木 有沒有看到大壩的右手邊兩個黑色的大門 這兩個黑色的大門呢是我們的洩洪口 我們這邊整個有三個洩洪口 其中一個因為角度的關係是看不太到的 那當時水量派對我們想要去做洩洪的動作 沒有辦法因為漂流木直接卡住了我們的洩洪口 還好當天晚上雨量有小一點點 不然我們中文水庫大壩可能就會扣除了 假設今天我們中文水庫大壩扣除的狀態下 首當其衝會是我們的台南市 我們這邊的水呢會直接向一個小型海嘯直接往台南市衝各處 台南市一瞬間就會被我們捏掉 那政府嚇到了趕緊加快人力到水庫這邊來清理這些洩洪 政府花了兩個多月的時間來清理 還是沒有清理完 這時候政府就突發奇想開放給我們一般民眾來檢舉 我們中文水庫這邊呢是位處西拉雅國家風景區 所有的一切都是受到政府保護的 但是當政府開放檢舉之後呢就有很多廠商跟業者 調動他們自己的大型機具及人力帶水庫這邊來 這些廠商跟業者只花了短短7天的時間 就將這些廠商完全清理乾淨 就將這些廠商完全清理乾淨 為什麼會這麼快呢 為什麼會這麼快呢 因為這些廠商大多都是從我們阿里山上面 漂流下來的整備木材 免費捲了不捲反不捲 捲起來稍微做一個加工 加工成工藝品或者是家具 可以創造更高的價值 所以啟用了短7天的時間 就將這些廠商完全清理乾淨 就乾淨之後呢 所以政府就要把這條廠商給當在場了 我們知道現在來台南不是在家具嗎 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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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汙坎白 汙坎越菜 人蚣Me